今天穿新衣服 表現已經發揮得很不關見球衣的事 都是自己一個發揮的問題 你說心情沒有影響就搞的 但是我都趁著這幾天的比賽空檔 都盡量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不過始終都對自己很失望 所以我在這個場上發揮得不好 你發揮得不好的原因 有沒有想過是甚麼事 或者覺得是場地還是個人不可以想 我想自己的心態的問題居多 還有另一個就是對手今天都發揮得好 發揮得超水準 所以他發揮得好 我發揮得不好 所以就有這個反差 你說心態是否我們過去幾天 香港軍人來投資的問題 而有事到你 可能這幾天根本都未必開始 剛剛講到 我這幾天其實盡量調整自己的心態 一直和自己說盡量要平靜一點去應付比賽 都是想盡力令自己專心去比賽 總結了金牌環山賽事的那個賽事 你自己怎樣認同 金牌的賽事其實我覺得自己 都完全不是發揮得到自己的水準出來 可能只有平時的一半都沒有的水平 都要好好檢討究竟這場波出現了甚麼問題 希望之後不要再犯這個錯 看見到今天對手有時會放左手握拍 還有放一些短波 你幾次都塞了同一個位置 可能對手的速度上 你今天可能都未必追到他 我會有一點點不適應對手的出手 但是可能是其中一個是不適應的 另一個就是會是自己可能在場上發揮得不好 所以反應都比較慢一點 接下來之後有些甚麼目標 希望再打動 暫時都未想到將來的目標 因為暫時都未知下一個比賽是幾點 可能打完奧運都想尋念一下 教練其實都盡量鼓勵我 他一直都想帶一些很正面的訊息給我 希望我發揮得越來越好 越來越變回正常一點 有沒有些甚麼想跟香港人說 你過過這段時間 可能有些風暴關於你的 你也想跟香港人會有些東西說 其實香港人對我的支持 其實我全部都感受到 所以他們這幾天不斷傳訊息給我講加油 或者一直鼓勵我支持我 其實我全部都接收到 我都覺得很窩心 所以我很想在這裏多謝全香港的觀眾 你的球衣贊助那個問題是否有解釋到 因為這段時間都是比賽 我一直都跟所有人說 我想專心比賽先 有些甚麼就留在比賽之後再說 這件球衣其實是我出發之前 因為我剛剛之前有提到我沒有贊助商 那我就有跟何教練講過說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他就有聯絡了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都仗義出手 那就有給我自己去他們那裏選了幾件球衣 然後再給我自己拿去印 有市民覺得提出你的球衣有問題的人 應該向你倒闊 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這個就我沒有這方面的回應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都是不要再提這件事 因為他過去就由他過去 但是如果將來是不是都覺得香港市民 或者香港人都不要這樣對運動員來說 在比賽期間都不應該提一些事情 影響大家的心情 我希望在這麽大型的體育盛事的時候 大家都是留意運動員的表現 少些去留意運動員場外的事 謝謝大家 辛苦你了 加油